AI的世界如同急速火箭,一瞬间就有了新的突破。 我知道,当我提到AI绘图,你脑海中立刻浮现的可能是Mid Journey。 但别灰心,Mid Journey结束了免费试用并不意味着你的创作旅程就此结束。 Adobe Firefly是我们全新的开始,这是一款免费且功能强大的工具,它没有任何隐藏收费, 你不需要信用卡信息,不用担心的区或国家的限制,甚至可以免去繁琐的电话认证。 首先,让我们打开浏览器,进入Adobe Firefly的网址。 哦对了,如果你是移动设备的爱好者,你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体验Adobe Firefly的强大功能。 而在此视频的资讯栏中,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所有相关的连结和资源。 登入Adobe Firefly的第一步,你需要一个Adobe账号。 别担心,没有也完全不是问题,你可以免费申请一个或者使用Google、Facebook或Apple的账户进行即时申请及登录。 有关注册非常简单,不在这里描述,然后就可以开始享受Adobe Firefly带来的创作魔法了。 如果你对AI的最新动态感兴趣,或想学习一些新的使用技巧, 现在,我们一起来深入探索Adobe Firefly的AI绘图功能吧。 一旦登入,你就会看到Adobe Firefly的主页面。 Firefly提供了四种强大功能,分别是文字生成图片,Text to Image,文字特效,Text Effects,生成甜色,Generative Feel,和调色向量,Recolor Vectors。 我们将重点介绍文字生成图片,Text to Image,这一功能。 当你进入之后,可以选择一些现有的内容和风格。 这里有很多已经预设好的风格和内容,选择你喜欢的,就可以快速生成AI图片了。 让我们选择只狗吧,按Try Prompt试用提示词。 根据预设的提示词生成四张图片。 如果我是想要猫,再改改提示词,再按Refresh遍及时有猫的图片,按左上方退回之前预设内容和风格的版面,可以重新再选过。 但如果没有喜欢的,亦可以在下面的的输入框中直接输入提示词。 比如,我们想生成萤火虫飞过失落的城市的图片,但要注意的是,Adobe Firefly目前只支持英语输入。 如果想用其他语言,再翻译成英文,可以用其他翻译工具,或用侧边翻译Google Chrome的插件。 我再介绍,Google Bar的示意多次使用,它的好处是可以不用离开现在的页面,便可在侧边翻译。 现在翻译完贴回Fireflies Fly Over the Lost City,再按下生成Generate按钮,稍等一会儿,Adobe Firefly就会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四张图片。 预设框下,Firefly会将Art艺术内容类型添加到您的图像中,您可以单击此Clear Style按钮将其删除。 在左面,Content Type内容类型提供四种风格,None无,Photo照片,Graphic图形和Art艺术,人均选择,满足你的创意需求。 无论你是想要逼真的照片,视觉吸睛的图形设计,还是新奇艺术品,Firefly都有独特的内容类型帮你实现。 预设生成图片时,是Square及1比1大小,但不能呼和我这幅图的表达方式,左面再可选择长宽比例,Aspect Ratio,包括Landscape横向,4比3,Portrait纵向,3比4,Widescreen宽屏,16比9。 长宽比例设定都让我能随心所欲调整图像大小,我今次选择Widescreen宽屏。 一旦改变这些大小设定,Firefly会重新自动生成四张图片。 之前所生成的图片便末法在保留,要注意这点。 另外,Firefly提供了七个类别的样式,Cytos,从复古风到极简主义,从垃圾摇滚到抽象艺术,合共63个选项样式,供你同时可挑选多个不同的样式,让你的创意无边界。 这幅作品,我想加入Chaotic混沌样式,看吧,已加入了。 还可以同时加入多种的样式,来看看不同的实验效果。 我想增加一些发光效果,可选择Bioluminescent生物发光。 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样式,只需要直接删除不要的样式,再按Refresh便可以移除。 如果又想要的话,我在加入后再按Refresh又可加回去,十分方便。 可以看到虚的样式才保留。 大家都知道,颜色和色调在创建视觉图像实至关重要。 想要酝酿某种情绪,或者强调某种风格。 好的,我们现在输入小狗在花卉Puppy in the Flowers,在左面的Color and Tone颜色和色调设定Pastel Color柔和的颜色。 或适时亮丝的色调,Vibrant Color鲜艳的色彩。 Firefly更让你在世内外都能轻易掌握灯光、lighting,创造出令人惊艳的作品。 在灯光,lighting试试Studio Lighting专业舞台灯光,都不错吧? 或更改为Golden Hour黄金时段更合适。 Composition构图能创造出极高的视觉趣味型。 七种不同的角度和视角出发,创造出丰富的深度,将视角设为Shot from above从上方拍摄,整个构图看来更好看。 当然,有时候可能在进行生成时,你可能不满意Firefly所创造出的作品,或者你想看到更多的变化。 这时,当然宁可使用图片右上方会出现Show Similar,风格相似,依照这张图片再生成三张风格相似的新图片。 也可在图片中按一下便可以放大了一点来看。 如果你已经满意Firefly所生成的图片,你只需要点击每张图片右上角的下载按钮便可直接下载。 但请注意,下载后的图片会在左下角显示Adobe Firefly Beta的水印,估计只有等到Adobe Firefly正式版推出,才能无水印下载。 随了Show Similar选项可用外,还有更厉害地隐藏在这些图片之间,用滑鼠指向图片可见到上方有三点Option的位置。 您可以指定这张图为Reference Image参考图片,将其后生成的图以这张图片为蓝图即参考。 还可以再对这张参考图片设定多少比重,向左面的会较注重这张参考图片。 向右面的代表,您想要更多的创新设计。 看到分别吧? 虽然Adobe Firefly极其强大,但也有它的使用限制。 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,Adobe Firefly不能用来生成具有版权、商标和敏感内容的图片。 比如,我们试试看输入米其老鼠看住一瓶可口可乐,再翻译成英文。 你会发现生成的图片里,没有米其老鼠,也没有可口可乐的元素。 所以,大家在使用的时候,一定要避免使用设计版权或敏感的字词。 总的来说,Adobe Firefly是一款无需付费,易于使用且强大的AI图片生成工具。 无论你是网页设计师、视觉艺术家还是单纯的AI爱好者,Firefly都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。 通过它,你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出各种风格的AI图片, 无论是为你的项目增添视觉效果,还是提升你的社交媒体网页吸引力,都能轻松实现。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教学,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更深入了解Adobe Firefly的其他功能, 请随时在下方留言,我会尽量为家解答。 同时,预告下集,我们将讨论生成甜色,Generative Fuel,它的功能威力强大, 请不要错过后续的新视频了。 最后,希望大家在AI的世界里创造出更多精彩的作品,我们下次见。